是 这个女孩子没有意思的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她说她是莫子 过来看 姦爱非公 上贤上同 心天下之礼 安 你没事吧 没事 千万别在我面前耍帅 我只摘书上 最好看的裤子 可不管舍不舍 我先去面试了 你自编 谢谢 喂 莉莉 喂 金正 怎么样的没事 我还有第五轮桌面 能不能拿到电影 还不知道呢 你别丧气呀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相信你 能进入MH终极年史 你已经是精英选手了 你还是精气学学法 又是咱们请示 唯一的研究生 还有我的幸运发布加持 你一定可以完成 自己的目想 进入这个公司吧 好啦 谢谢你的鼓励和加持 放心吧 我会加油的 加油 加油 我做这份等你清楚 够了 两天前搞过 有一条重要资讯 世贸科技计划并购 扬升电力 并给出了报价 你们几个分析一下 MH现在是否应该购入 扬升电力的股票 我认为应该购入 扬升电力的 现在股价是三十五港元 并购之后 保守估计应该是 百分之十七的上涨 买入三百万股 就可以成为主力 扬升电力 并购以后 世贸科技的大股东 马育科 将会成为 养生电力的 新一人董事长 他是大世界的投资家 现在购入 每股年收益 会超过四百四十二港元 我不认为 这次交易会成功 扬升电力 已经连续三年利润下降 管理层薪酬 却翻了两倍 马育科是个老油条 他不可能看好 扬升电力 如果马育科 不看好扬升电力 为什么要代表 世贸科技出价并购 马育科是世贸科技的股东 他前期持有扬升电力 百分之五的股份 我怀疑他代表 世贸出价 只是需晃一枪 实则是为了炒高 扬升电力的股价 任何一笔交易 任何一项投资 都会有风险 利润和风险 就是一对孪生兄弟 我们需要的是 像狼一样的新人 而不是绵羊 所以今天面试的原则 狼留下 羊离开 哪儿 是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帮你捡 不用 不用 我自己来 给 不好意思啊 没事 没事 谢谢 贴上吧 袁总送你的MH一如纪念 等一下 我能借用一下你的手机 向袁总表达一下感谢 谢谢 我给你 袁总你给我等着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谢谢 袁总你给我等着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袁总你给我等着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老大 你都听见了啊 人家说了 绝对不会输给你的 多事 我就不明白了啊 最后一轮面试 人家发挥得不错 多好一女孩子呀 你怎么忍心把她淘汰了呢 把你的怜悉之心 把你的怜悉之心用到别的女人身上 别惦记她 听这话 你们俩认识 一个连眼泪都流不起的人 怎么可能适合投行这个斗收场 我赶她走是为了她好 苏长 你去帮我找一份 适合她的咨询类的工作 如果有公司愿意 按照MH的待遇 把她招进去 我愿意给她们做 一年的免费投资顾问 一年的免费投资顾问 你确定 去找吧 莫子约 天爱非公 将军 我属服呢 给你 谢了 天爱非公 尚贤 尚童 劫幼 劫藏 非乐 莫子约 天爱 你看 我们做了全面检查 我们做了全面检查 确定是你女儿的 眼泪过敏症加重了 加重了 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 如果她再流眼泪 就会休克 就医不及时 还会有生命危险 那 她今后岂不是 这个 你不用担心 只要以后 不接触过敏源 就不会有问题 也就是说 只要不接触眼泪 你女儿今后的正常生活 是不会受影响的 谢谢陈医生 不客气 楠珊 这次 谢谢你保护俊俊 没事 你比俊俊大两岁 所以你是她的大哥哥 叔叔 是看着你从小长到大的 孩子当中 说你最聪明了 叔叔想拜托你一件事 你能不能答应我 您说 今后在学校里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要帮叔叔保护俊俊 千万不能让他掉眼泪 哭鼻子 好不好 没问题 谢谢 谢谢叔叔 但是 您以后每个月 都给我发十块工资吗 当然 叔叔 您放心吧 我是最负责的 您付给我的每一分钱 都不会白花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你说什么 你说今天的面试官 这是小时候 住在你家对面 被你爸收买来 保护你那个男生 华晨辉我都认识的 不是吧 他今天准买的守护神 怎么会把你扣子掉了 他才不是守护神 他就是个大坏蛋 我爸每一分钱都白花了 你怎么会把你扣子 他为了赚我爸零花钱 每天都在背后 指使别人欺负我 回去我那时候胆子太小 不敢反抗 从小学到高中 这个人一直就是我的噩梦 那后来呢 后来 他干了一件 让我永远无法原谅的事 我爸就带着我转学 那他跟我说 他应该被你十分阔 就才这样 我为什么还会把你 赶出来埋伤呢 宝贝 你觉得饿个狼 会对下肚的绵羊 感到羞愧吗 我要是能力不足 被赶出去就算了 我发誓我面试 绝对没有问题 绝对可以进的 那就是故意的 绝对不会这种算 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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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您是 袁帅 我是袁帅 有毛病啊 还敢叫我微信 今天淘汰你是为了你好 一个聪明的人 就应该在合适的位置 做合适的事 正好有一个总监助理的职位 年薪不低于三十万 晋升空间很大 我可以借上你去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我一定要堂堂正正进入网络 我要让他知道 这世界上不是他一个人说算的 没错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今天我支持你 嗯 干杯 我需要吗 我应该能看他 都会预理的 gives you know 我还有一个人说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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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范总 MH再次战胜竞争对手之一 请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MH从来不想击败谁 我们的准则就是为客户 争取最大的利益 杜绝有无量资本 给市场和企业带来的伤害 袁总 今天上午 VTV突然停牌增霸股票 成功击败的华伦多瑞收购 听说这都是您一手策划的 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砥砺前行 低调作势 听说这一次帮助华伦收购的是 G1的杜磊 他已经是您的老对手了 这一次您又战胜了他 请问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让他继续努力吧 好的 范总 MH今年有什么新的计划吗 您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我们有个很大的并购机场 还在经营中 要有什么消息呢 我一定第一时间 跟各位报告 好吗 不用理会他 你会赢回来的 明白 是吧 今年的情况还是不错的 公司业绩非常好 所以我希望各位动物人继续努力 然后做得更好 好 兄弟 请问那个是不是有人帅啊 就比今天 好 好 是啊 你想干吗 谢谢 你没事 你为什么不过我微信 你谁啊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你怎么不爱我了 你怎么不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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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不会吧 一个衣棍禽兽 放弃妻子的渣男 这位小姐 你说我是你男朋友对吧 好呀 那我问你 我住哪儿 我生日是哪天的 我手机号码是多少 你知道吗 好呀 既然说到女朋友是吧 碰巧 我女朋友今天也正好在现场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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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我女朋友就在这儿 我女朋友 我女朋友 哎小姐 小姐 你 今天是水逆吗 不放屋一次机会整我 林泰默没见到 还这么狼狈离开 这个男人是魔鬼吗 你是在说我吗 小酷包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从小遇见了委屈 就喜欢望高处逃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那么好猜 是 你原总通透人心 那你猜猜看 我现在想干吗 没关系 想骂就骂吧 恭喜你 你猜错了 你根本不值得让我生气 说吧 为什么把我赶出MH 注意你的措辞 你就从来没有进过MH 我的面试成绩 绝对有资格进入公司 而且据我了解 近五年来MH 从来没有在中面 淘汰人的先例 恭喜你啊 江小姐 你就是这个先例 荣幸吗 凑近地看你真的太像一个混蛋了 那你再看仔细一点 有这么帅的混蛋吗 我一定会进入MH 你一定进不来 袁帅 羊极了也是会咬人的 你咬呀 你来呀 你咬我呀 往这儿咬 逼我 我就买大毛